哈喽朋友们好 有朋友问闯利 说在桥上没打完 一般选择什么样的网好用 我个人建议哈 一般来说用4米5 问题比较合适 今天闯利先拿个给4米5的 给你们来撒一网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网先踏上一个小圆 看好之后 这个网长度是4米5 你把它一圈一圈 包从外面打 找到自己合适的高度 然后手的外边一捏住就可以了 拾这个网之前 切记一点 这只手一直是垂直的 这个网一的话垂直的 这只手一直的话是不动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你从膝盖部位踢网 桥上面打网 最好拾上面拾的稍微小一点 不要拾的话就是特别大的 我们正常拾上面拾的这么长 如果说你们要拾上面 不要拾这么长 因为你想打远 你是提前开片 你这个网就打不远 肯定的话来十一网给你们看一下 先开一两个都放在手机里面 不过夹住坠的看到没有 石头啊稍微长一点 这些45度 一般戴成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斜那么一点点 看这个位置 一点点 这么只够起到两个洞门 放在手机里面 多余的网衣吧 你们试网的时候切记这一点 这个地方是平的 有很多新手的话 他往这边一左左一切 你们啥肯定不好散 它是平的 炸链你们好开辟 你看这个网石的 看见没有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船里来跟你们打一网 打到15号 放到木里面去 先一点 手的话不要提前去拉这个网 对 打远的话就是打成什么样 出去就是 再往后再去 好 看好了哈 你看 我这个地图了 这只花路 看了 老老板 一晚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选择 打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子 就行 如果说你要提前 怎么再练 你这个网的话 你就好 不走的话 夫妻 你来直播间 可以随时会随地 好 我关门啊 往这片面 下辣西 三 五 几两晚 几两晚三天 第一细过 坐 好 要有一個八線 Kardashian 如果是有一個小部分 我現在往右往 要往這邊平衡嗎? 平衡 這裡有一個小蟲 好了怎麼知道 這個太快浮誇了 有沒有 我握住了 一起來 這個 是不是這樣拿開門 換得這個整個移 τις 直到时候一定要抬起来啊 抬起来之后你这个地方的话 直往来之后 如果这个地方不抬起来 这样的时候的话 可能会整起来的时间 那时候是 实的话柳了 一般就得乱了 一般就得乱了 一般就得最冷 这一般就不得了 半般往上去看到没有 半般往上去 直到最后看到没有 一定要握住 这个地方是平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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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住了 对这个地方是平的啊 对这个地方是平的啊 这地方是平的啊 在面前往的变化 这个地方是平的啊 对这个地方是平的啊 但是平的啊 我从来不得了 对这个地方是平的呢